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肯学就是经上所说的如来第一弟子 你是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 随经有三个阶段 这个修学有三个阶段 大家一定要知道 第一个阶段是熟 你不熟就没有用处 经要念熟 所以要劝同修门 每一天至少念三片 念三年 念满三千片 这个三年的目的就是熟 大概念了三千片之后 都能够背熟 经据很熟 熟了之后求解 所以解在现前不熟的时候并不重要 不熟你总言听经 你所解的还是有限 尤其可能错解 这是真的 听经有些时候错解 所以这个解很不容易 为什么会错解呢? 你心不定 你的网上很多 你的习念很多 所以你这个正解很难得到 所以三千片念完之后 真的心定了 经也熟了 再听经就有误处 听了会开误 你现在听经之所以不能开误 是因为你有妄想 有习念 经不熟 所以第二个阶段 求解 这个解会很快 真正听经 听那几片 就能够理解了 再进入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是依教奉行 佛搞到我们的 叫我们要做的 我们完全要照做 叫我们不能做的 我们决定要禁止 那只是佛的真正学生 只叫真正依教奉行 所以没有经过这三个阶段 依教奉行是一个空话 念念过去毫无意义 如果你将这部经里面的教训 统统都做到了 那恭喜你 你和阿弥陀佛无什么良阳 你就是阿弥陀佛 你能够做过八成 做过五成 那你真是菩萨 你决定会往生 我就是《无量寿经》 讲解里面曾经说过 我是依这个经典的理论 教训来衡量 我们百分之八的做到 决定尚品尚生 打过九折 我只能做到百分之九十 尚品众生 九十做不到 可以做到百分之八十 尚品下生 九品一直下来 要做到两成 两成都做不到 就品能往生 这个各位一定要知道 所谓经典的教训 要努力去做 做到两成三成 自己真的有把握王生 是如来的真实弟子 这个是我在今天 将这个最好的老师 介绍给大家 我是跟这个老师学的 大家都跟这个老师学 我们就是同参导友 我们是同学 这个修学态度重要 我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下面我们看第三段 丙这一段 通途团画 这个通途就是说 一切大小成佛法 修行正果的原理 无论它是哪一个宗派 无论它是哪一个法门 都不会违背这个原理 这个理论我们要知道 不在一切经里面 特别是大成经 大成经讲的偷窃 所讲的性色 性是真与本性 是我们的真心 色是我们真心迷了以后的性 就是迷了的真心 性完全没有迷惑 完全没有迷惑 这个是佛 这个是佛 是菩萨 如果迷惑了 就叫众生 就叫凡夫 就叫凡夫 这两个圈 各位要知道 是一件事情 不要看成真的两个 那就错了 它是一个 一个画不出来 所以画一个干净的 画一个污染的 是一件事情 不是两件事情 这个性是一切万法的本体 不但一切世间法 是从它生的 是从它变现出来的 出世间法也是的 西方极乐世界 是真性变现出来的 我们现前居住的这个地球 也是真心变现出来的 恶鬼畜生地狱 也是它变现出来的 所以说尽虚空 遍法界 和各位说一个性 一个真性 有情 有情就是我们现在分的 分动物、植物、矿物 将一切众生分为三大类 佛家说的有情就是说动物 动物 好像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人、畜生 我们看不见的还有天人 还有恶鬼地狱 你们都是属于有情 有情 有情 众生都有佛性 都有本性 都有真心 除了有情众生之外 都叫做无情众生 无情 无情 我们今天说的植物 抗物 这些是无情 无情众生 就叫做法性 各位一定要知道 法性和佛性是一个性 不是两个性 就从这个性 变现出有情 就叫它做佛性 变现出无情 就叫它做法性 有情和无情 同一个性 因此 佛在花验经上 才和我们宣说 情与无情 同源众子 有情会成佛 无情也会成佛 这个同源众子 这是很高的一个境界 也是真实的事理 所以大乘经上讲的 圣日齐心 性是真性 一是一妻万物 情与无情 世间出世间 仲称一妻 心就是体 本体 是一妻的本体 化验经上 称它做一真法解 西方极乐世界上 称它为淨土 现在这个性被污染了 一旦污染了 佛又将它换作一个名称 叫它做色 色 就是 厌污的性 不清淨 不清淨的性 就叫做色 是一妻万物 各位要知道 衣部 随着正部转 正部 正部 正部是心 是心性 衣部 是外面的境界 但是 严格地说 我们这个身 都属于衣部 身是物质 都属于衣部 随着心 再转 因此 我们心理力健康 身体一定健康 一定健康 心理有怪 心理不健康 胡思乱想 你虽然这个身体很好 一定会得病 病从变数来 妄想来 可见的 心是主宰 我们这个身体 随着你的心再转 心实在太重要了 一个人心清静 心真诚 心善良 心慈悲 决定 不会有病 为什么呢 他心健康 身一定健康 不需要任何 什么食物 药物 来进补 都用不着的 那些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我在新加坡讲经 新加坡同修看到我 他说 法师啊 你的肤色皮肤这么好 你吃了什么补品 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说 有啊 他说 什么啊 我说 台湾自内水公司出品的自内水 我是什么补品都不吃的 我每天喝的是开水 我洗面不用肥皂的 快快就要用两三年 什么都不需要 身体健康 精神会愉快 心地清静 没有胡思乱想 天天想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是无常的补品 如果你们学会了 就知道这个是养生之道 心一被污染了 那就变成色 色就起作用 这个作用呢 是迷的作用 就不是觉悟的作用 迷了之后 佛在大乘经 特别是上中经论里面 讲得非常详细 它就变成了 见相良分 这个见分 用我们现代话来说 就是精神了 相分就是物质 精神和物质是同源的 同源 它不是两种东西 变现出来的 是一种 都是这个性 这个性色变现出来的 这个就是色心而法 你看 般若心经 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空白而色 色白而空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它这个里面讲的空 就是精神这个部分 它所讲的色 就是物质的部分 佛法常讲 心 物 以法 或者讲 色 心 以法 色心 以法 是我们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精神 在这个面 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 那些人 就是我们的 这又是什么呢? 佛在经上跟我们说两种执着 这两种执着,我想同修门都知道 一个是人我执,一个是法我执 变成两个执着 迷了呢? 两种执着 这两种执着是怎么迷的呢? 佛在化验上说得很透切,很明白 妄想执着 妄想变成了所知障 变成了法执 所知障就是法执 是妄想变现出来的 演变出来的 烦恼 是执着变现出来的 烦恼脏 人我执 人我执是烦恼脏 佛讲的妄想执着变现出来的 解脱为心能 如果把这个结解开 摆脱这两种执着 那这个能力就大了 我这个地方用心能 只要这个物质里面 今天说有能量 这个能量是物质的能量 物质的能量是有限的 我们再看这个物质的能量 这个深的精神的能量是无限的 我们再看这个物相物质色法 色法收缩为原子 当然还可以再分 分得更小 这一切物质 这一切物质 将它分析 分成原子、电子 分裂为质能 我们知道物质 将它解放之后 这个能力非常非常大 这个原子弹的原理就是从这里发明的 所以明白这个能和质是一件事 是可以互相转变的 能可以把它变成物质 物质可以把它解放成为能量 这个现代科学已经明了 还不能很圆满的得心应手的混用 也就是科学技术还不够成熟 未曾达到圆满的境界 但是大家不知道 这个精神解放能力之大 这个精神能力解放之后 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所说的 就是神通了 远远超过了真能 因为有真能 我们讲一个深的能量 那么这个物质的能量 用什么方法来破呢? 以动破加速度 在最快的速度里面 让它这个物质分离成为能量 这个深的能量要如何产生呢? 佛家自古以来 佛家自古以来为我们讲的用定 用善定的功夫 灵验经上说的 正直光通达 这个正就是定 所谓大习 大习佛法 我们用观心的方法 用参话头的方法 这个方法不一样 教下呢 用止观的方法 我们正土中 用念佛的方法 密宗 用慈咒的方法 这个方法尽管不相同 它达到的目的 完全是一致的 都是得定 禅宗 叫这个结果做禅定 我们正土中 叫这个结果做一心不乱 所以明清不一样 事实都是一样的 一心不乱就是禅定 禅定就是一心不乱 这个各位一定要搞清楚 然后呢 我们修学自己这个法门 只能尊重其他法门 知道我们同样到一个目标 我们走的路线不一样 我们采取的交通工具不一样 没有什么可以互相委托的 互相抵触的 没有的 大家都达到一个目标去的 我喜欢行路散步去 他喜欢坐车去 那个人喜欢坐船去 随便你采取怎样的交通工具 最后目标相同 所以 知赞为他 是绝大的创 真的是迷惑颠倒 不但不了解别人 亦不认识自己 这个法门呢 决定是平等的 我修正土 我对于修善的人赞谈 我念阿弥陀佛 我对修善的人赞谈 那就是对的 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家人 都是达到同样的目的 那当然彼此要互相赞谈 那就是对的 所以 是要以定功 突破精神的障碍 突破精神的障碍 就是现淨土 心不清淨 就现畏土 你们想想这句话 有没有道理 以我们台湾来说 我三十八年到台湾 住在台南 那个时候的台南 和现在我眼睛当中看 那个时候是淨土 现在是畏土 当时台南的街道 是水泥的街道 非常干净 人好朴实 都是穿木剧 走在街上 声音都很响亮 我记得很清楚 台南的房屋 差不多都是两层的楼房 街道都有走廊 试试下一些毛毛雨 雨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这个雨后的晴空 特别感觉舒适 蓝天白云 真的是宝岛来的 人心清静 人心善良 现在台湾 这个污染的严重 是世界之名 不知道排在世界第几名 再仔细观察 这个人心的污染 比我们环境的污染 还要严重 那真是可怕 所以相吹心转 法对我们说的是没错 句句都是实话 我们今天说环保 全世界都在说环保 环保有效 没有效吗 我的看法是没有效的 为什么没有效呢 都在外表做的 没有在心底上下功夫 外表上如何做 成效都有限的 真正将这个环保做得好 做得好圆满呢 要从心底上去做 全世界人心向善 人心清静 这个外面环保工作 轻易易举 这样才能做好 但是今天 哪个会想到 心理会影响环境 科学家还未证明 等到科学家证明的时候 恐怕这个地球上 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了 科学家进步太慢了 佛说得清楚 又不相信 还要等科学家证明才相信 科学证明 证实了 我们的日子也就很完 那真是来不及了 这是发在一切经里面 跟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 下面也是经典里面为我们做的结论 建相同源 它为什么能转变 心会影响外面的境界 会改变外景的状况 这个外面的境界也能影响心理 我们中国人 讲求风水 现在外国人也讲风水 雷根做总统的时候 还有还请一个看风水的 到白宫去为自己的办公室看风水 外国人也很喜欢 讲求风水 风水有没有呢? 有的 风水是我们生活环境 特别是居住的环境 环境能够影响情绪 只要你有感情 你就有喜怒哀乐 你就会被环境所转 心趣境转 什么心呢? 忘心 忘心被境界所转 如果你是真心 真心是如如不动 环境转不了你 转不了你 你怎样呢? 你转环境 所以心底清静的人 不受外面环境干扰 环境转不了他 所以你要问 我们要不要看风水 你如果是 诚心诚意 念阿弥陀佛 每一日 心想阿弥陀佛 口念阿弥陀佛 申拜阿弥陀佛 风水与你拔相干 那就不用理他了 如果你还有是非人我 还有贪亲痴慢 那你决定受风水的影响 就是这样的道理 这些都是真的说话 因为它是 心和外面境界是同一个根源 因此它又互相影响 心物不移 它是一 厌正一如 厌的是真如本性 是一件事情 但是它的作用就不一样 清正 现一真法界 污染 现十法界 这是科学 逐渐逐渐证明 所以从体上说是一 一如 从相上说有差别 相为何有差别 相是色变的 色在哪里变呢 这是唯色经论里头上说的 唯色所变 唯心所现 是一真 唯色所变的 就有厌正 就是十法界 十法界里面我们说 四性法界是正 六凡 六凡法界是染 所以相有差别 那么它的用呢 当然就不一样 万法为色 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明了真相 如何恢复自性 恢复到清正 一尘不厌 这就叫成佛 成佛 就是恢复自性 圆满的成德 这个叫成佛 成佛的道理 也很简单 归纳一切的经论里头所说的 不外乎此地说的两条 断二种障 断二种障 这个二种障 就叫做烦恼障 所知障 刚才说过 烦恼障 是执障 所知障 是妄想 这是病根 病缘 病缘 这两种障 都有浅深似底不同 最淺显 最淺显 二知的 佛跟我们说 见思烦恼 再细一点的 佛跟我们说的 尘沙烦恼 最细微的 有无名烦恼 这个烦恼 由浅深似底 三种差别 最粗浅的 见思烦恼 除了 没有 我执就破了 我执就没有了 六道就超越了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你就进入到 四圣法界了 就是阿罗汉 辟知佛 菩萨 佛 就进入他们这个法界了 可见这个 梵导章 所知章 是逐渐逐渐断的 你断 因日品 你的境界 就往上提升一层 因此 二圣人 佛家说的小成 阿罗汉 辟知佛 只断了 烦恼章 所知章 所知章 慕婆 什么人 破所知章 破所知章 是我们说的开智慧 开悟 这个开悟 是破所知章 必须这两种象 断尽了 这样才成佛 断是断了 未曾断得干净 不叫成佛 那叫菩萨 叫罗汉 叫辟知佛 叫辟知佛 他们断了一部分 未能够干净断 断尽 特别是小成法 完全在这里做功夫 这个功夫做得非常辛苦 方法很笨绝 第二种方法 转式成子 这个是大乘菩萨们用的 这个方法很巧妙 做起来实在说 比前面更容易 更快速 收效更显著 转式成子 转是转变 你必须懂理论 懂方法 你将它一边就成功了 那实在是太方便了 转前五 为成所作 这个维色学里头上讲 维色学里头上讲 练百法都讲到了 转前五色 前五色 是眼耳鼻舌身 这个五色 眼色 二色 前色 变成成所作子 转绿色 为妙观察 六色 六色 是二色 转七色 为平等性 七色 是门那色 七色 它的作用是执着 坚固的执着 六色 是分别 七色 是执着 五色 转白色 为大圆镜 换句话说 这个六七 是因 因一转 果就转 由此可知 转色 成至的关键 转第六 转第七 就在这个上面 下功夫 真的 比前面的小成法 断二张 实在是容易太多了 方便太多了 所以大成比小成容易 比小成快速 现在我们就问 怎样的转法呢? 这个各位必须要知道 你要了解 什么叫第六色 将它认清楚 第六色的样子是什么呢? 性质是什么呢? 将它搞清楚 第六色 就是我们常说的分别心 我们眼见 我们看到这朵花了 我们看到了 没有分别它 看得清清楚楚 那就是颜色的作用 我看到这朵 是红的花 白的花 这是第六二色的作用 这个就是分别 怎样的转法呢? 不分别 就转 不分别 就不用第六意识 或者你就问 那不分别 我还可以看得见吗? 你不分别看不见 不分别 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不分别 你看得清清楚楚 令严经上说 你是见性见 不分别 见解真相 比如人家问我 法师 这个是什么? 我不是说我不知道 那岂不是迷惑颠倒 那佛还可以学吗? 你问我 这朵是红色的花 那就是有分别 我没有分别 那没有分别 你说这朵花是红色的 因为你说是红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你分别 我依你的分别来说 你才会懂的 我没有分别呢?我没有分别 我没有执着呢?我没有执着 佛为我们讲经说法 是以我们众生的分别而分别 以众生的执着而执着 佛从来都没有分别执着的 所以佛说他没有说法 说了四十九年没有说过他说话 没有说过这个字 你懂这个道理吗? 因此他的心是清静的 他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 没有分别 就是不用第六色 将第六色转成妙观察 妙是什么呢? 你说什么?我跟你说什么? 你执着什么?我跟你说什么? 这个就是妙了 一不执着,万法平等 一切不平等都是从执着里头生的 不执着,当然是平等 这个方法比前面方便太多了 所以只要你对于一切法 不分别不执着 前五色自然成所作 第八色当然转成大圆镜 宇宙万法自自然然通达明了 这个方法呢 亦是功夫由淺而深 分为五十二位 这个就是菩萨修行的阶级 这个转式功夫的浅深 分为五十二个阶段 这个就是菩萨的果位 大菩萨 转得多 小菩萨转得少 都在那里用这个功夫 时间呢 三增之劫 要这么长的时间 可见得也不是太容易转的 要慢慢来 要有耐心 这个是八万四千法门 修行成法的原理原则 无论哪个宗派 无论哪个法门 遣教、物教、宗门、教下 都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理论叫做通途 是这样修成的 我们仔细一看 它真的是有道理 我们对于法法的教学 法为我们说 恢复我们本性的得能 它真的有理论有方法 有原则可寻 明白了 对于修正的信心 只能够建立的 但我们一看 五十二个位置 三大亚增之劫 哎呀,那要到哪一年 才能成功呢? 免不了要心酸了嘛 有没有办法呢? 不用五十二位 不用三大亚增之劫 我们这一生当中 短短的三年 五年十年 八年成功了 行不行呢? 行 明天再和各位报告 各位同修 时间过得真是快 今天呢 是我们讲座 最后的一天 也是将这个讲座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和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好 昨天曾经讲到 拜承佛法里面 一般所谓的 修行正果的原理 原则 已经和各位报告过了 原理原则 实在是不难懂的 但是 想要修学 达到这个境界 确确实实 是不容于的 不要说大乘佛法 即使是小乘初果 好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几乎同样的 不可能正德 如果说小乘初果 都不能正德 换句话说 想要超越六道轮回 那就不可能了 不能超越轮回 不能超越轮回 佛在经上为我们讲的 老实话 一定是 在三恶度的机会多 在三善度的机会少 那佛为我们讲的这番说话 说得很多 很多很多 经论上 都是这样说 这番话 是不是真实的呢 是不是故意 警察我们的 恐吓我们的 让我们不敢 不敢做坏事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和各位说 我说 佛绝对 不用这个意思 说法的 金刚经上 说得很明白 如来是真与者 这个真就是不假 佛不讲假话 是讲真话的 实 实愚者 实就不虚 实实在在 如愚者 愚就是恰到好处 怎样的事情 就怎样说 亦不加一点 亦不加一点 这个叫愚意 不狂语 不妄语 狂语 就是夸张 妄语 是骗人 可见得 如来为我们所说的句句 都是真实话 如果我们对他的话怀疑 实在说是自己的过失 是 自己的障碍 就是佛法说 业障 好人的说话 都不相信 我们看经典 里面的句子 我们就应当 一心一意 深信佛语 假如我们很冷静地 細心地 去反省反省 亦会发现 事实和佛所说的 相迎 我们不必 看别人 好好地想想自己 我们这一日当中 由朝到晚 起心动念 几个念头是善的 几个念头是恶的 几个念头是恶的呢 从小至今 我们就会发现到 实在是恶念多善念少 我们的造作 也都是做的恶事多善事少 那将来的结果 还要问别人 没有呢 自己就很明显 很明白 将来往哪里去 佛在《遗识经》里面 说我们知道 所谓八识五十一心所 心所是说心理作用 五十一心所里面 善心所只有十一个 恶心所有二十六个 那就证明 我们的恶念多过善念 何况善念的力量薄弱 恶念的力量强大 这就是说明 为什么一切众生在六道里面 生恶道住的时间长 三善道的时间短 也能够从这个地方 割策出来 现在我要问 善恶的标准何在呢 现在 价值观 确实 随着时代再改变 佛为我们说的善恶的标准 会不会随着时代转变呢 跟各位说 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呢 佛为我们说的善恶标准呢 是说生死轮回的标准 这个和普通善恶标准呢 不相同 那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教清楚 佛跟我们说 凡是 为自己的这个念头 行为 都是恶的 凡是利益广大众生的 这个念头行为 就是善的 或者我们初学的同修 听了 听不入耳 人 哪个不为自己呢 我就算你学佛 我也是为自己 我不为自己幸福 不为自己得到利益 我为什么要你学佛呢 你学佛都是为自己 怎么可以说 为自己就是恶呢 各位一定要明白 佛所说的 起心动念为自己是恶 那叫真恶 外边书呢 前面曾经和各位说过 乘法 要破疑障 要破疑 执 执是执着 疑障和疑执呢 是一件事情 要破所知障 要破烦恶障 要破我执 要破法执 这个起心动念 都想到我 这个我执 再增长 我执不破 这个呢 就出不了三界 换句话说 就超越不了六六道论会 你说这样 是不是恶呢 爱道修肯 他的定功 可以达到 飞上飞飞上天 四千八订 达到最高的那个订 为何还出不了三界呢 就是我执 没有破 阿罗汉 成就了第九订 超越三界 什么原因呢 我执破了 由此可知 佛为我们说的这个标准 的确是绝对的标准 这个是真正善恶标准 因此 我们要真正的修行 希望在这一生当中 尿生死出三界 当然 用前面这个原理原则困难 这个破我执 和破法执 实在是不容易的 如果容易 那承佛承阿罗汉的人 太多了 实在是不容易的 今天我们讲到 特別翻门 这个就是正宗的方法 这个方法 可以令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一生当中 都可以超越三界 都可以圆满成佛 这是很不可思的 但是 各位要明白 这句说话是怎么说的 在我们 本省 念佛的人 真的很多 那多少人真真往生呢 那过去 在台中求学 李老师 那些登记的本子 有姓名 有住址 大概有二十五万人 在那个时候 年幼 年幼 真的不少 相当之多 他说真正往生的呢 亦不过三五个 那说起来 真是一万个念废人 恐怕只有一两个往生 古大德跟我们说 这个法门叫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会留下 为什么现在万修一二去呢 九千九百九十九都不能去呢 那不得了 这个里面 必定 有原因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 要把这个因素消取 那我们只能够往生 那各位要问我 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往生呢 我执太重了 我的身体 我的捐属 我的财产 我的一切一切 都牵牵掌掛肚 行 不吓得了 我们该听到 我将来如此 你也不舍得了 我都不舍得了 那我没有法子 我只顾自己回去了 就是这个原因 因此 那个能够去得了的人 所谓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对这个世界 没有一丝毫的留恋 那么他就没有障碍 这样智能皇生 然后同修说 既然这样一切放下 智能皇生 等我到临终再放下 现在可以不必放下 等到临终再放下 这样说法有几个道理 现在还没到临终 临终放下还没迟 但是你到医院里面去看看 看看那些将要命中的人 有几个命中人 头脑是清楚的呢 假如临终时不省人事 连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 这个时候将放下的事情忘记了怎么办呢 这个是真正关键的一切 这一切迷惑 就会到三恶道去了 三恶道谁愿意去呢 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的 为什么去的人这么多呢 又糊里糊涂地去的 头脑清清楚楚的 绝对不堕三恶道 所以凡是堕三恶道 都是迷惑颠倒去往生的 因此临终神智清楚 是大幅道的 神智清楚的人 不念佛 不求往生 不知道往生这件事情 他也不会堕三恶道 来生决定是人天两道 他头脑清楚 这些都是真正的事实 我们必须要明了 必须要清楚的 因此什么时候放下呢 现在就要放下 这个大家要注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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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